大悲咒救治父亲脑梗,恢复吞愿和势力 作者阿牛发布于2018年3月16日 2016年,我的父亲得了脑梗 吞咽功能丧失,然后又感染肺炎,高烧不退 请的专家都说父亲能保命就不错了 我们全家人都急得没办法 天天在医院里轮班守护 父亲在昏迷状态下,一口水都咽不下 肺里的痰急成块,吐不出来 鼻子里吓得鼻四管又很难受 他一醒就要拔出来 我们要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他 父亲咳嗽赌弹,我们必须赶紧给他拍背 不拍就可能会要命 医生建议进ICU 母亲不同意 于是全家轮流值班,有时候拍不出来就要用医院的吸弹器来吸 那东西抽的时间长了,就把喉咙里的肉弄破了,很难受 那段时间,父亲常常让弹,憋得在床上蹦起来 母亲整天在抹眼泪,全家的天都要塌了 没有办法,问谁都说这病不容易好 我感觉全家都快要崩溃了 幸运的是,坚持了快一个月 父亲的肺炎总算控制住了 但他仍无法吞咽 双眼视力也受影响 看人都是交叉重影 我母亲问了很多医生 如何能让父亲正常吃饭,恢复视力 医生都说,这个不容易好 当时全家人都快绝望了 于是我每天晚上在父亲病床前守护的时候 就在手机上看如何治疗父亲的病 希望能有一线希望,让他恢复视力 能正常吃饭 有一次,无意中看到大悲咒 能治疗很多疾病 已经绝望的我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 按照文章中写的,向佛菩萨祈祷 并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学念大悲咒 随后,我用了一周时间学会了背诵大悲咒 刚好我母亲之前也背诵过大悲咒 但不是每天都坚持念 在我的带领下,他也开始天天吃大悲咒 求菩萨保佑 让我父亲的病早些好 那时我一天诵36遍 大概念了15天左右 有一天我又看到有文章说 大悲咒能治,大悲水能治病 对的母亲说 我给爸爸念大悲水喝吧 兴许就能治好他的吃饭问题 母亲说,那你就试试吧 当时父亲吃饭都是用鼻子管 用针筒打进去的 我在晚上吃饭前,开玩笑的对父亲说 我给你念杯大悲水,治疗你的病 明天你就可以自己吃饭了 我对着一个大凉杯里的水念了36遍的大悲咒 然后用针管给父亲打了进去 第二天中午,母亲回去做饭 我在床边,守着父亲 父亲可能有些饿了 突然跟我要饼干吃 我心里想,唾沫都咽不下一口 还吃饮干 但是我还是给了父亲一块 他拿到嘴边就这么吃了 吃完后就用力咽 然后,竟然神奇地咽了下去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接着父亲又要,我又给了他一块 父亲接连吃了四块 我用手机微信 录了父亲吃饼干的视频 发给母亲 我说,爸爸能吃饼干了 母亲说,先别让他吃了 别吃出问题了 我就没敢再给父亲 当天吃饭还是用鼻子管味的 第三天,父亲竟然要喝水 我就给父亲倒了半碗水 父亲用勺子把水放到嘴里 然后努力地咽了下去 然后,就在我们惊诧的目光中 联合了好几勺水 我们全家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 但是还是决定先不拔鼻子管 不告诉医生 先想,万一又不能吃了怎么办 因为之前医生说 父亲的病需要很长时间的治疗 才能见效 而且父亲在医院 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 医院方面也有点想撵我们走的意思 说是怕医保报销出什么问题 触发到他们 随后又过了几天 父亲真的能吃东西了 虽然很奋力 但是父亲不用鼻子管了 这些天 我和母亲还是天天念大悲咒给他回下 我坐在病房里 看着父亲的脑袋 心想 既然吞咽能治好 也让父亲的视力恢复正常吧 我和母亲的劲头更足了 也鼓励父亲每天念阿弥陀佛 随后我让医生把父亲的鼻子管去掉 但医生 听了不相信 觉得这么重的病 竟然这么快就恢复了 科里的医生都跑过来看父亲吃饭 医生们惊奇的 看着父亲吃饭 这才相信父亲是真能吃东西了 才答应把他的鼻子管拔了 随后我们又做了CT 检查了父亲脑部的栓塞点 医生看片子后说 那个位置的堵塞点通了 但是父亲仍很虚弱 走路都走不成 一百五十多斤 瘦到了一百二十斤不到 而且还整天咳嗽 等父亲稳定了一段时间后 我们在10月15日左右 接他出院了 在这个时间 父亲的双眼势力还是交叉 看人重映 后来我就找来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上的一个祭送 无垢清净光 惠日破诸案 能扶灾风火 朴明赵世间 让父亲天天照着念 然后我们继续送大悲咒回向给他 12月份左右 父亲的视力彻底恢复 现在已经能看报纸了 从2016年10月份开始 我和母亲就把每人每天36遍大悲咒 提高到每人每天108遍 一直坚持到现在 感恩观世音菩萨 神奇的大悲咒 大悲水的故事 作者阿牛 随喜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